军警持枪现身街头 压不住上海人的怒火与抵抗 北京若敢这么干 美国已准备好了 北约最新警告 一场血战在即 欧洲禁止俄石油天然气进口 迟早的事 中国金融中心上海正在封城抗疫 随着疫情连日屡屡传出新高 各种慌乱手段不断爆出 中共当局调进高达万人以上的解放军及武警进驻上海 通过网友上传的视频可见 这些穿上防护衣的武警或解放军 以粗暴的手段将民众拖出家门 强制上车送往隔离所 街头还有不少持枪者站岗或巡逻 然而对于最高当局这种杀敌无影 自伤无数的一系列不人道的抗疫措施 上海人的怒火越来越难以压制 从民间甚至当地官员开始以各种方式进行抵制 综合报道 4月6日上海新增17117例感染病例 再创新高 疫情重压下爆出许多上海官场丑闻 倒卖通行证 甚至倒卖捐赠物资 一些居民忍受不了没菜 没食物 没物资的生活煎熬 开始在小区集体抗议 民间舆论渐渐将矛头指向当权者 一个网传的视频中 一位上海大爷愤怒与基层官员对话 现在不出门 整天闷在监狱里 要讲科学 要讲道理 这张稿比文化大革命还文化大革命 没有矛盾制造矛盾 没有障碍制造障碍 恐怖成这样子 浦东一位一线抗疫医生接受端传媒采访时直言 因为疫情风控去世的患者比病毒本身致死的可能更多 这已经是我们的共识 我觉得这个事情天灾在前 什么东西在后 我不好明说 此外 上海知名记者陈济斌在网上撰文 以计划经济暗喻中共极端防疫管控行不通 他通过微信公众号撰文 直指上海的痊愈静态管理 是在封城下实施的计划经济 而计划经济的状态是防疫过程出现混乱的根源 网上类似的呼声和观点比比皆是 一些言论不仅仅来自市民 还来自专家 甚至官员 中国研究学者冯崇义教授指出 中共有个乌纱帽原理 对社会控制时通过官僚系统控制乌纱帽来落实指令 不管是多荒唐多荒谬的指令 但是基层的人 他是直接面对社会 直接面对公众 如果他有一天觉悟了 他有可能出来反抗 把他的怨气说出来 但是整体而言 大部分人还是用权力去把乌纱帽 还是去合作的 因为他有一些特权在里头 但是现在是压力过头了 上海人开始造反 逼上边改变政策 海外食品人士唐靖远认为 上海有相对开放的环境 使得大众对防疫模式的比较有相对理性的认识 很多人都知道共存模式在海外已经达成了事实 此外 之前上海一直在实行小范围放开的所谓精准防疫 已经自上而下形成了一整套相对成熟的运作机制 但被北京最高层强压迅速封城后 整个此前建立的防疫机制被打乱甚至放弃 如此 庞大数量人口的大城市一直没有封城清零方面的工作准备 而是一夜间直接进入封城 所以各方面工作出现严重混乱也就成了必然 正如现在我们看到的 大量次生灾害出现远多于疫情本身的伤害 美国评论人士张家敦也在推特上写道 中共在上海的清零措施 其本质是极权主义 结果也会适得其反 我们可以猜测 这个政权更关心的是对社会的控制 而不是对疾病的控制 我们这一期的时光故事节目已经播出了 这一期我们说的是诡异的1992年桂林空难 几十吨的残骸不见了 机上还多出了两个人 视频的链接就在下方 欢迎大家前往观看 好了 让我们来接着看第二条新闻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六日最新表示 是如果中共当局如同某些人担心的 对台湾采取侵略行动 美国准备对中共实施制裁 就如美国与盟友 如今针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制裁 美联社报道 耶伦当天出席 美联邦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 说明对俄罗斯的制裁时 针对议员提问做出上述表态 耶伦强调 在俄罗斯这个案例 美国已经证明美国能做到 所有人都不应该怀疑 美国在其他情况下也能够下决心 采取同样做法 据路透社报道 耶伦还表示 美国正和盟邦密切合作 以期能够针对台湾可能面对的威胁 做出恰当回应 中共不应怀疑 美国动用制裁工具的决心 另据中央社报道 美国众议员卢卡斯6日提出 排除中共法案 一旦中共对台湾安全或社会经济体系构成任何威胁 法案将把中共排除于国际金融体系 卢卡斯当天通过声明表示 美国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来自中共的政治 经济与国家安全威胁 为了阻止中共效仿俄罗斯的入侵行动 国会应采取必要的措施 若北京威胁、台湾人民安全、社会或经济体系 将让中共蒙受重大金融与经济制裁 声明指出 对于北京当局利用经济影响力与军事实力 企图重塑印太地区的胁迫与日益增强的行动 绝不能放任不管 排除中共法案向北京发出一个信号 以及中共对台湾的侵略行为 将会面临来自经济与金融的责任追究 根据法案内容 法案将寻求将中共官员排除于部分国际金融组织会议 与相关活动之外 包括20国集团、国际清算银行、国际金融稳定委员会 巴塞尔银行监理委员会 国际保险监理官协会 国际证券监察会组织等国际金融组织 俄军闪电战落空 占领基辅失败后 根据美国国防部的最新分析 俄军已从基辅周边全部撤出 正向乌克兰东部集中兵力 专家评估 一场最具破坏性和致命性的大战就在眼前 而北约秘书长则指 战争进入关键阶段 法广综合报道 乌克兰军方上周末收复俄罗斯军队 清雾以来占领的基辅州边所有地区 根据美国国防部5日表示 俄方派驻乌克兰的130个战斗群中 超过80个人留在该国 目前可以看到的是 莫斯科正在乌克兰战场进行新的部署 旨在全力攻打顿巴斯地区 这一地区从2014年以来 以部分掌控在亲俄的乌东分裂分子手中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6日警告 第一阶段损失惨重的俄军将重新武装 以获得大批增援兵员和军备不计 达至高度集中兵力为打顿巴斯地区的目标 专家分析 斯拉维扬斯克市可能是俄军的下一场关键战役 俄罗斯第二次军肆已准备就绪 一场血战在即 乌克兰副总理伊林娜·韦列舒克 6日呼吁乌东居民立即疏散 否则未来几日将有生命危险 卢干斯克州州长谢尔盖·盖达伊 呼吁军民尽速离开 法国军事专家 前法军上相米歇尔格亚分析 敦巴斯战斗无疑是这场战争的决定性战役 如果俄军夺取包括 马里乌布尔在内的敦巴斯地区 普京可能会在5月9日宣布胜利 尽管这一胜利远低于此前的目标 如果无法夺取 俄方可能会采取战术停战 冻结局势 从而重新集结力量 发动下一次大规模攻势 在乌克兰方面 目前而言 作战选项虽然有限 但却实在 与此同时 乌克兰总统泽列斯基再次呼吁西方提供重型武器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周日表示 美国很快向乌克兰提供空中防御系统 海岸防御系统 远程火炮等重型武器 核实运到 沙利文简单表示 运抵乌克兰武器的速度之快 超出想象 战场形势险峻 乌克兰能否击败俄罗斯 把乌克兰一分为二 堵住出海口的企图 东部及南部保卫战至关重要 但是北约秘书长周二警告 乌克兰战争可能延长数月甚至数年 普京并没有收回占领乌克兰全境的野心 持久战的风险很高 我们必须面对现实 必须为支持乌克兰做好长期准备 欧盟领导人6日表示 由于俄军在乌克兰各地 特别是不查证犯下战争罪行 欧盟很快将必须开始制裁 俄罗斯所有的碳氢化合物出口 法新社报道 欧盟准备对俄罗斯实施第五轮制裁 包括禁止进口俄罗斯煤炭等 欧盟理事会主席米什尔表示 新的欧盟制裁方案将包括禁止进口煤炭 他同时表示 我认为有关石油甚至天然气的措施 迟早也是需要的 米什尔指出 在不查证与乌克兰其他地区平民的死亡 是战争犯罪 是俄罗斯对付乌克兰人民残酷 无极限的更多例证 欧盟不会撒手不管 我们会正视现实 我们必须也必然会让所有应付责任的人 承受严重后果 另一方面 欧盟执行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 在提出最新制裁方案时 告诉欧洲议会 现在欧洲必须检视 俄罗斯从化石燃料中取得的收入 新举措包括禁止进口俄罗斯煤炭 冯德莱恩还表示 这些制裁不会是欧盟的最后制裁 英国6日也宣布一批最新对俄制裁措施 除了制裁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 英国决定终结从俄罗斯进口煤炭 据最新报道 欧盟由于技术原因当地时间6日 尚未就推出第5波 对俄制裁达成共识 此前一天有报道指出 奥地利和匈牙利反对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制裁 大家好 我是粤语主播Serena 我们漫威TV最近开出一个全新的粤语频道 用广东话和大家一起看世界 粤语频道将会在星期二至星期六持续更新 我们新频道的连结就在下方 欢迎各位订阅和赞同我们的新频道 好了 以上是本期《万维独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